十年牵手 十年感恩 2013年 解放军军乐团的乐手们 牵手重庆市特殊教育中心48名盲童 成立了一支杨帆管乐团 大手牵小手一路走来 音乐让这些盲童看见了生命的色彩 也让他们走到了首都北京 走向了世界的舞台 这个月的20号 杨帆管乐团将在重庆 举办一场特殊的音乐会 感恩那些曾经帮助过他们的人们 今天 孩子们通过短片 向远在天南地北的老师们发出呼唤 希望能够再次牵着老师的手 共同奏响 生命的乐章 王智慧说 这首曲子应该给人的是一种 软绵绵的懒洋洋的感觉 好 我见到他的第一印象就是 比较高 比较高 我觉得他是一个特别幽默的人 一到排练的时候 他又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人 我觉得在排练当中 他是真的没有把我们当作一个特殊群体来对待 就是很多的要求 你必须 必须按照他的要求来 必须做到 你看不见那无所谓 看不见又怎么样 反正我的要求提出来 你必须做到 因为有很多老师都在帮助我们 就是我现在就是很感谢那个立国冲的老师 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周老师有一些节奏 然后我不知道的他会跟我们说 就让我们过年小兔子乖乖 找林波老师 他是教我的第一个老师 王强老师 王全全老师 还有张辉老师 张辉老师教我是属阴阶 他说你来属阴阶的时候 可以有一个口诀 全全办 全全全办 要忘了怎么办呢 想想你们全全老师 我就记得蔡老师刚来的时候 他教我们怎么吸气 然后让我摸着他的肚子 我觉得他的肚子鼓起来像个气球 我一生 估计基本团有一个叫 英勤一老师 也是教我们打制乐的 教我的第一首曲是那个幸福的格务 然后当时有一段我打不了 他就给我改了一个节奏 我觉得他特别厉害 而且他 那时候他好像只有24岁 我觉得他特别厉害 他对我特别好 就是每一次见到我都是教我 然后鼓励我一下 然后这一次 这次来的时候 哇他还记得我 他还记得我小的时候是什么样子 然后就是 他对我的期望很高 我没有想到有一个 这么就是 关注我的一个叔叔在 默默地关注我 他还跟我说了 他说你去年演奏的那个环境我听了 特别好听 我想对于岳老师说就是 我吹大黄管那么久了嘛 我从二年级的时候开始吹的 然后现在我九年级吹了好几年了 然后我从小到大学东西 确实是比较慢 不管是学什么 背谱子也是 就是同学们被挖了 我还没被挖 我是岳老师的话 我可能都没有耐心了 但是岳老师还是很有耐心 然后每次都耐心地跟我说 我想对他说 就是岳老师辛苦了 谢谢你 我想对就是帮我们的所有老师说一声谢谢 因为他们教我很多技巧 就是吹管的很多技巧 气息啊手指啊这些 哦我觉得学了之后 我感觉都非常开心 然后我就很想感谢他们 希望他们还能再来 请不吹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